树林区域里里长詹顺吉已经第三度当选 环境维护以及邻里的服务都颇受居民的好评 自从民国8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社区巡守队 发展至今有相当的规模 在里面的热情参与现在已经达到了36人 执行任务时依照两人一组、三人一组的编制以及路线 在固定的时间巡视 甚至在重点区域巡逻乡迁道 维护地方向的治安 新手队是为了维护我们社区的治安 这边有一间树林国小 他们放学的时候车子蛮多的也蛮危险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帮忙指挥交通 晚上10点上班到12点 然后有每个据点 每个据点有巡逻箱 要去巡逻就是这样子 整个里都走完 另外里上的居民也自发性的组成环境志工队 志工们穿梭于大街小巷 拿起扫索本机维护清洁 里长詹顺吉就表示 目前志工队员的人数已经达到42人 而民众都是受到里长的邀请或是左邻右设邀约一起义务加入 义工表示能够替社区巡回清洁非常高兴 甚至有人一嫂就是八九年之久 运营里传统的市场在里面 所以说出路的人蛮多的 所以说为了我们运营里的环境 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环保志工队 来维护我们社区的这个环境 大家做的那个性情都很好 把社区都打理环境都做得很好 我们希望以后还是再继续参加这样 一开始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我们那个社区的老人家都在扫地 我就想说人家年纪那么大都可以扫位 我就自己之间说我要来参加这个扫地的 许多志工们都是退休后投身事工活动或社区无偿奉献服务 甚至还有民众是下班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出门服务 在詹里长的号召下一起打造乐活家园 中家新闻林凯军树林长报道